柏油路面上出现长长的一条油渍 而且沿着大马路绵延至少80公尺长 清晨6点40分左右 大理区人花路和至善路口 一辆市区公车故障停在马路边 公车的油箱破裂 造成马路上留下长长油污 一名骑士金雇还因此摔车 侠据警察人员获报立即前往处理 协助骑士送医 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由于刚好碰上上班尖峰时段 一度造成此路段拥塞 远警也赶紧在路口进行浇管 另外也通知清洁队人员 来到现场利用墓穴清理油渍 并出动脱掉车 要将故障公车脱离现场 初步了解疑似公车行驶途中 自撞马路上的不明义务 底部受损导致油箱破裂 从心公车驾驶机警 很快就发现异样 停靠路边检查 并没有让灾害扩大 究竟马路上义务是什么 整体事故的发生主因 有待调查厘清 明天可以